最後我們要把這個專案檔再儲存一下 其實我們剛開新檔案的時候就有建立一個 那你先把它儲存,專案檔把它存下來 那輸出要從哪裡? 它在上面有一個叫導出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導出 你把它點一下 那麼Adipender它本身其實有分付費跟免費 但是軟體都是同一套 而且沒有使用時間的限制 那你一定覺得奇怪付費跟免費差在哪裡 就是序號有沒有打進去 今天如果你用到的它是屬於付費功能 還是可以用 但是它會幫你加一個伏水印logo 就是他們公司logo 但是不會限制你說不能用 所以只是插在這邊 那我們使用的視訊功能的部分 都是完全免費的 不會加證的那個 但是如果你要輸出成一些互動的 包括HTML或者是像Office的文件 它就屬於付費的 你可以輸出就是會加一個伏水印這樣子 左上角 今天是在左上角 所以我們在這個視訊裡把它按一下 預設它也是MP4 所以檔案一定小對不對 檔案一定夠小 所以你按下確定之後 這樣就OK了 這樣就可以把它輸出成那個 就是影片檔案 我們就可以拿來用 檔案會比我們剛剛 線上的還有我平常這樣的Device有大一點點 但是還在可接受放 老師在這個輸出等待過程裡面 請問老師對於這樣 今天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還可接受嗎 可以啦 等一下我就會把影片傳上去的 您在那個上面齁 在這邊 在這邊 就會看到齁 我會把它放在我們的這個 訊息裡面 這樣大家就比較方便 如果說 您回去之後 您想要試看看的 就可以用看看 那最後呢 順便跟老師說明一下 我們是有提供售後服務的 現在老師就快走 你知道齁 其實有些時候 像我去高雄 有時候 他距離比較遠 所以我在會後 有提供那個 現帳研討的時間 但是其實 您在這個畫面上 應該都有看到我的聯絡方式 有沒有 所以如果您有需要 也可以在這邊發表訊息喔 你在這邊發表訊息 我會收到 或者您要透過這個聯絡方式 跟我聯絡也可以 好 那今天早上就謝謝大家囉 謝謝